嗨大家好我是欣欣 今天我要开箱的是好市多的广岛 鲜冻牡蛎 大家去好市多逛街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就是 冷冻食品还是生鲜食品就会很想买来试试看 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刚好就看到这个牡蛎 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吃炸牡蛎所以我们就买来试试看 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麻烦大家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喔 再开启小铃铛 那这包是我们好市多买的 一包699 蛮多颗的喔大概我 估计大概有30几颗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了 我们这次先从冷冻拿出来退冰 这个就是退冰扣的 记得拿出来退冰喔 然后先教大家步骤首先就是 我们要拿 蛋 一颗蛋 一颗到两颗蛋就是看你自己的那个比例我们这次是要炸 6颗 所以我大概就是打一颗蛋啦 先试试看 然后面粉跟 面包粉 这个其实全年就可以买了面包粉 然后 中筋面粉 那这些都是没有比例的 因为你是要去沾满它 所以不够你就是在自己另外添加就好了 然后步骤就是 先沾面粉 先沾面粉 两面都沾均匀之后 再沾蛋液喔 沾完蛋液之后 再沾面包粉 这个叫过山关 应该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对不对 很简单的就这样子 沾满之后 先放旁边备用 这个时候其实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先 开油锅热油一下 因为沾完的时候 因为沾完的时候其实最好就是赶快下锅 不要太久 太久的话它会反潮 反潮就是说 它会直接这样子变湿 那你变湿你炸起来口感就会很差这样子 好我们就快速的让它过一下三关 这时候 就让它们稍微炸一下 就是两面焦黄这样子 因为我客家人所以我炸东西都比较节省 我都用半煎炸 因为这样子其实炸出来效果也是差不多 油的用量大概也会少一半这样子 你看这样子煎到两面酥黄 就可以先翻面了 然后控制一下火候 不要一直都大火因为这样很容易两面都 不熟 所以你可以中火啊小火去灵活的 变动这样子 生蚝也不用太熟啦 因为太熟的话那个口感就没有很好了 不是牡蠣吗 对是牡蠣 哈哈哈哈 大概其实过了两三分钟 它其实很快就会熟了 然后也会酥脆 所以你就稍微再看一下 用你的铲子去压压它 有没有也是烤烤烤的声音了 这样就可以那个赶快熄火然后赶快 放到盘子上面 比去一般外面的餐厅 点那个生蚝还偏因为好事多的生蚝 699 大概30几个40个有吧 然后炸出来就是这样子 跟外面的很像 你就加一点生菜 美乃滋那就跟外面的餐厅一模一样了 是不是超简单这个步骤 厨房小白 赶快来试试 这个很好可以当那个宵夜 然后再给男朋友老公吃 还有家人吃 所以喜欢我的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跟分享喔 然后希望今天的那个 好事多赵母丽 你们会喜欢